9月份我们法治集结号的记者呢也是独家采访到了小琪的父母 小琪的父母称小琪死亡时呢全身有多达55处的刀伤 我们家女儿后来从这个地方退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眼睛都是睁到的 她都感觉了就像你家讲的死不明目 我给她弄手骂了好几次都骂不下来 真的很可怜的小孩才21岁岁 小琪父母称小琪生前曾多次受到家暴 包括在被杀前十多天 他们得知后曾找吉某家人商谈离婚事宜 小琪父母认为吉某的杀人动机并非全是怀疑小琪不忠 也有离婚后财产分配的因素 此外吉某花钱大手大找甚至赌博 逼小琪找父母要钱帮忙还债 不理解她 说她图探钱 图他们家有钱 为什么她对你施暴 你不离开他们家 我也觉得奇怪 我说这小孩怎么这样 后来就发现这个日记本 她写的 她就讲过 她一直都是为了 她为什么人气突然留在这个架里面 她是为了宝宝 尽管吉某在狱中写下了毁锅书 但直到开庭前小琪父母也没有在刑事谅解书上签字 他们态度很坚决 不调解 坚决要求吉某被判处死刑 为了保留上诉的权利 小琪父母提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在明天的庭审中将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 参与案件审理 而不是作为受害家属旁听 为了争夺外孙女的抚养权 小琪父母还将另行起诉 明天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将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而这个案件的世事非危 也将会水落石出 还公众一个真相 我们法治集结号的记者 也会在庭审现场为大家做全程的记录 也会在第一时间发回最权威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